我如果讓一個沉重岩石壓在這上面 這樣子我可以睡覺嗎 你找到一個橫的機器 我剛剛有做機器出來嗎 真的假的 欸 加農有急事 看背後 又是你 我們計畫是這樣子嘛 禮拜五跟加農打 禮拜三去玩賽車 抱歉的是瑪利歐 今天就送你和公主一起上路 哈 驚喜是靈克 等一下我還是想要那這 那是開服送的衣服呢 等一下讓我撿這個 我的衣服啦 為什麼要脫衣服 要嘛就不要脫 要嘛就全脫好不好 那記得 如果你們是忠實的薩爾達玩家 你們就知道 這遊戲是打網球遊戲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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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 No you No you 啊 那個 我們的薩爾達傳說智慧 在線遊玩到此結束 我不是會揪一槓 要體育桿啊 居然死掉之前 不是發出唐突惡臭 而是笑了一下 欸唐突惡臭原來是那個劍 我不覺得那是當下的反應 你應該是試著逃出來之類的 那我的衣服可以拿回來嗎 就是至少 Let me out Let me out 媽媽說現在換我來拯救海大魯了 是我家 薩爾達傳說智慧的在線 今天就來看看主播是智慧還是智 智能上有一些不足 公主殿下歡迎回來 幸好你平安無事 我非常歡迎您錢來購物 不是我是公主 你真的覺得我應該要付錢買這些東西嗎 叫你們精力出來 那我要去游泳 真的可以游泳欸 喂 公主誰叫你穿衣服下水的 我已經18歲了 不要管我 被貴物囚禁的晴天 既然還能平安歸來 真不愧是薩爾達殿下 看來殿下不需要我擔心了 我的拍馬屁真到位 你剛剛是不是說要拍我的屁股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是公主 你可能沒這樣說 但是我還是要抓你 欸 欸等一下可以躲出去欸 爸我來了 震裝出席 女兒啊你穿這個是什麼鬼 公主殿下歡迎回來 喔是鷹帕啊 說到鷹帕啊 你們還記得薩爾達無雙 再二起思路的鷹帕嗎 很難想像就是他以前長那個樣子 薩爾達殿下 你不在的期間 我一直守護著你的房間 爸爸我們可以把這個守衛抓去關嗎 哼哼不能出去欸 可惡我想砸他 抱歉我不是故意虐貓的 我其實沒有想要往他身上砸 提姆是不是虐貓 不過 國王殿下 米諾米諾村那邊 似乎有人被裂縫吞噬 下落不明 還有報告指出 凱拉魯平原出現了黑色怪物 並襲擊了附近的軍民 幼稽將軍 你負責對付那些冒出來的怪物 指揮士兵們做好戰鬥的準備 我賭幼稽將軍最會是壞人 我們肯定要打幼稽將軍 我看太多東西了 我不相信大臣 我不相信最貼身的那個 抱歐國王 等一下 如果你們過去的話 那我的 我的猜測不就錯了 欸不是 你不能現在過去欸 給我活下來 然後證明我是對的 這樣算我對還是算我錯 把這個人關進大牢 咦把公主殿下關進去 沒有錯 把他關進去 不要看我們看起來臭臭的 然後後面有個裂縫 看起來像是我們被附身的一樣 你們沒那麼聰明 尊...尊命 不是你們票錯人了 他剛才從通報狗出來 你們看不出來是不是 我該死了我又輸掉了 這是為什麼我不玩大廳 那也是我 一隻超級小隻的蒼蠅 我的名字叫做托莉 我之前也被那個藍色怪物抓住了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一直觀察著你 啊 總之也是個噁男 不忘殿下他們被裂縫吞噬了 戰了之後出現的三個人都是 是的 我也在場 impostor 這樣啊 你們稱呼這個為 impostor 一切都串起來了 真的是 Among Earth 那就把我的力量借給你吧 鈴鐺響使出 哦 就一根棒棒 好不好 我也只能相信他了 接來的脫力之杖 甚至上 記住了桌子 現在我再也不會忘掉了 記住了新台幣 記住了一棟別墅 記住了一張地器 再放一個就好了 太好了 旁邊的牢房完全沒有滾起來 那我可以就是 把這個人砸昏 我就可以慢慢過去了對嗎 沒關係 我有很多椅子可以用 守衛期間一直被椅子插頭 算了 本身沒人到去就好 這個月薪水快領到了 我之前不小心打破一個壺 幼稽將軍聽到聲音之後 馬上就飛奔的過來 我連盲江湖丟到遠處 結果他被聲音應用 朝那個方向過去了 嘿往那邊看 抱歉不是砸你們 抱歉抱歉 木箱這個肯定很重 他應該是可以被砸爆了吧 照我來講 你怎麼打破關關 欸我要跟國王報警 呦 公主殿下 認不知道國王殿下到底在想什麼 終於出現一個聰明的人了 哇塞 我們可以改完鷹帕傳說嗎 他感覺比較好玩 前方有條通往城外的進路 請您從那裡逃跑吧 公主殿下 我們之後再會合吧 阿未我的盆栽 記住了官業的植物 包堅起見啦 就是萬一他們真的追過來了 或至少 我可以把這邊風死死的 鷹帕就哭在下面 但是我不在乎 記住了老舊的床 那我要睡了 喔高枕無憂就是這個意思嗎 感覺這個很適合睡覺的好地方 然後什麼是旋轉 喂 我覺得這個迴旋轉比林克還要強 他不用集氣 這割草效率比林克快多了 可以在水裡睡嗎 啊不行 只能玩一個水床而已 我如果讓一個沉重岩石壓在這上面 這樣子我可以睡覺嗎 你找到一個很的機器 我剛剛有做機器出來嗎 真的假的 為什麼最近 列列島遊戲都可以做機器出來 是一隻噁心的小史萊姆 超級可愛 他看起來根本沒辦法造成什麼威脅 啊這旋轉不能攻擊喔 可惡 那我要用什麼方式來砸你 呃送你張床 這些史萊姆的密度也太高了一點吧 記住了你一罐 Pokemon GET TO DAZE 就輸了我們今天還在玩寶可夢 那我可以直接EAT他們嗎 來 這是你弟弟 打他 該死我的輸了 沒關係 薩爾達派出了下一隻尼怪 漂亮的比較強 上吧 使用大地之力 哇 看起來是同名 技術上來說啦 這遊戲可以玩他 Fuck 丟水裡 好耶 猶豫 就會敗北 得到了20盧比 他在發光可以對他複製對吧 如果說薩爾達聰明一點的話 那就會是200個盧比 不對甚至2000 但可惜 薩爾達沒那麼聰明 我是不是等級太低耶 拿到的徽裝不多 等一下不要不要 媽媽我們可以叫一隻青寵物嗎 那個 居然可以是不是 哇 OK 有第二隻寶可夢了 這邊沒有牆沒關係 但是我們有床 只要當你有問題 床是個很好的選項 有一隻超有心的蝙蝠 但是我當然也要抓你 Pokemon 沒錯 用岩石屬性來打飛行屬性的 等他進化就會變成 飛行屬性打地面屬性的 真的是地面屬性打不到飛行屬性 屬性表背的值得 拿他是不是可以緩降 可以嗎 50盧比很開心 但他還是不會複製 所以說薩爾達真的很不會賺錢 可以耶 我都不知道原來王國之類有續作 這個人是可以複製的嗎 沒有是他後面的彈光床 我還以為是那個人可以複製 記住了小男孩 現在我可以有無限量的小男孩了 那我可以複製這個嗎 為什麼這麼能發光 可惡 你們誰過來 把斧頭掃上淋粉 記住了肉 弟弟你想要這個肉排嗎 說 那是不是吃飽之後想睡呢 弟弟該睡覺了 It's time to go to bed 不對 It's time to go to bed It's time to go to hell 這是我們平時使用的地標 任何地方只要記住一次 隨時都能移動過去 一定能幫上你的忙 要是發現了就去摸摸看看吧 那這可以複製嗎 不行 就是這個地標啦 如果我複製了 然後在世界各地設地標 那我就有無限傳送點了 但不行 薩爾達就是不危險 薩爾達沒資格擁有智障 那為何不要直接複製老婆 因為你老婆不會發光 因為他不是真的 哎呀是火焰的 燭光靈 完蛋效果不太顯著 看來只能手動延遲屬性的 那使出肉屬性 沒有用哦 這應該是岩石爆炸 三次岩石爆炸命中 好耶 收服了燭光靈 蠟燭泥拐 上啊燭光靈 我要看到這個世界燃燒 三當做不到的我會做到 修給啊修給啊 哇塞 喔修給啊 太好了沒有辦法看到任何一片草叢 不行這邊還有一片 你剛剛是不是多掉一個啊 怎麼燒不掉啊可惡 我剛剛批掉了 這是大自然最後的掙扎 我輸了 但下次我再回來 是那個 那叫什麼名字 穿山甲 我把他鎖在這裡了 無限COMBO攻擊 像啊我的普通人 哎不是 為什麼地面可以打到飛行 滾動是岩石系 啊對耶 他用滾動合理 有人知道野豬其實是什麼屬性的嗎 一般對吧 最多就一般餓 像打保齡球一樣 nice 搶搶搶搶 槍落不靈 然後當然有妖精屬性的 那可以複製嗎 複製 妖精進入了瓶子 那表示我可以複製 讓我無限復活對吧 對吧薩爾達 你知道你的智障怎麼用吧 看著我 為什麼不複製這個 果然有一個寶藏 但他們想吃肉 所以 我們可以派我們的燭光靈之類的 來引誘他 讓他燒起來 抱歉我是要烤肉 不是要烤豬 算了算一半吧 我們今天改吃烤豬 穿山王看起來好像可以哦 無限永創穿山王 是沒有問題的 一個訓練家可以帶六隻寶可夢 過來 不要跑 你不能從訓練 他怎麼下去的 上啊蝙蝠 打他 他死了 我不用下去 我真聰明 我知道那邊有主線 但是身為一個就是冒險遊記玩家 你不去探一些怪怪的東西 就是癢癢的 哎呀超大隻的這個 我要收服這個 大石蛙 他會有青草攪拌器 壓得上 青草攪拌器 直接把他卡點 這隻會不會太過分了一點 感覺他應該做壞了 我能夠就是在這個遊戲裡面 不破主線 然後自己探多久 看起來不用問了 米諾米諾森林的 無 NO 所以就是這遊戲沒有隱形墻 這個臭臭的可以抓嗎 等等等等 野豬騎士來了 哎呀他剛剛躲在 我沒少愛心啦 是沒差 但他們剛剛是不是玩吞公主 薩爾達傳說 信屁的在線 青草攪拌器 這隻強多了 青草攪拌器還是自動追蹤耶 看來找到神獸了 太快了吧 等一下等一下 你先繼續射 然後我在這邊放個床 啊我快死了 先讓我睡一下 我一定死了一個 哎我在睡覺啦 不是啦 睡你媽幾啦 得到了50盧比 但我依然不會複製 因為我不想賺錢 你很在意這塊岩石嗎 它不是岩石 它是石頭 對我知道 那個還沒有保密 我知道 OK 老祖宗的智慧 救急手 媽媽 我們可以用救急手嗎 我們家有救急手啊 在家的救急手 蜘蛛 哇 等一下 是敵都耶 記住了吐司蜘蛛 哦是吐司 可能對哥子是四倍多 有人說吐司嗎 本來上去的地方 哦等一下 這邊是對的路 完蛋了 我要回去 讓我回去 Yep 這是我 你可能很好奇 我怎麼到這邊的 哦 是那個 這要嘛就是紅蓮凱琪 要嘛就是蒼顏任鬼 總之兩隻我 應該是都可以用 邦吉羅來打 該死沒什麼用 它看起來像鋼屬性的 不要用火屬性 去打鋼屬性 漂亮 我就知道 屬性相克有備好 真的有用耶 登登登 記住了黑甲武士 鋼屬性的寶可夢 這個不會很強 哦不 是黑暗的男 太好了 可以扁靈克嗎 我一直都要等這一天 但是我現在是寶可夢訓練家 大石花 使出青草攪拌器 完蛋 果然還是要派會拉打的槍莫利布林 你可不可以射準一點 然後在你打的同時 我先睡了 打完之後叫我 看起來玩法只能這樣子 對對對 從他的背後 我需要召喚兄弟 兄弟 他去哪裡了 兄弟不是啊 在這邊啊 哇 我什麼事都沒做 但我還是打贏了 好沒有成就感的一場對戰 好耶 我可以拿他的劍了對不對 他好像留下了什麼 哦 現在換我戴綠帽了 有機機的 那這個臭臭的 我是不是就可以 回憶會劍法 臭充變不見 這邊才是管主 林克不算 林克甚至不能當管主 他只不過是道館訓練家而已 青草攪拌器對決石人花 這樣子誰會贏 我剛剛是把他的頭砍斷了嗎 哦不 等一下 哇 做得真好 青草攪拌器 下一次可不可以不要那麼血型 斷頭鉗 等一下 我可以把他拔掉嗎 哇 我覺得搞不好他的老爸是對的 就是 可能薩爾達才是需要被關起來的那個 看住R的期間 自己就會跟著同步對象移動 具體來說什麼意思 哦 我懂了 哦 完了這個 可以 可以先 載我回去嗎 我發現那個時機錯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請問在這個情況下 我應該怎麼做 其實啊 這個東西也不是特定解法 我也可以這樣子 可惡 抱歉 抱歉各位 等一下 不對哦 這樣可以解嗎 連我都忘記自己的聰明才智了 薩爾達傳說 智慧的一條件 啊 我可以玩蹦跳床樂人 這樣就好了 是嗎 是這樣解嗎 是這樣子解的嗎 本來應該是一個很特別的解法還是什麼的 理論上來說是這樣解對吧 任天堂 看著這個實況 他怎麼一直解謎 他到底怎麼做到的 死到大鑰匙了 現在可以打開大門了 哦 其實用箱子加床是一樣的效果 是守守怪 啊 因為是練天堂公司嘛 固定都要做一個就是守守式分禮的小怪出來啦 大炎人 是一個大炎石人 哇塞 他會Hot Token 但是沒關係 我有黑甲武士 他一次就被打死了 真是沒什麼用 不行 我要用寶可夢對戰 我不想出手 我就說吧 路卡利歐一定行 各位歡迎來到我的薩爾達傳說 智慧的在線實況 我發現他的瞄準不夠給力 看起來這邊必須是 三個蝙蝠比較好 他們攻擊速度還是比較快 而且比較精準 應該吧 終於達到了 薩爾達傳說 智慧的在線 這是一款召喚師掛機遊戲 現在你上班也可以玩這個遊戲了 結束了 同樣的 我什麼時候沒做 但謝謝寶可夢們 本來想看你派兩隻蝙蝠 你去睡覺 題目 你加油慢慢solo 我是公主 你有看過公主出來打架的嗎